欢迎来关心谷歌的研究团队 研发出以AI驱动的桌球机器人 而且球技接近业余桌球爱好者的水准 虽然还无法回击专业选手快球 但已经充分展现出 机器适应复杂物理动作 掌握瞬间决策情力 也让机器教练诞生再进一步 机械手臂来回推球 竟与人类打起桌球 而且揭发球正反拍通通都可以 根据Google公布的数据 现在机器人对战的29人当中 已经可以打败13人 这由桌球需要的高强度运动 展现机器人能够升任速度 反应能力 战术跟策略 只是这Google DeepMind最新研发出的机器人 只能够打败桌球的初学者 对战终极玩家 胜率会降到55% 但如果碰到专业选手 还是会因为缺乏回击快球的反应能力 每战必输 但即便如此 也已经代表机器人的技术 已经进步到能够稳定达到人类水准表现的境界 甚至Google DeepMind 还与利物浦足球俱乐部合作开发 推出Tactic AI计划 把AI擅长的结构化资料 让迷你机器人上场 先模拟对战情况 而随着AI技术的开发 机器人进军运动领域 也越来越广泛 从穿戴装置到模拟人体的动态 除了训练运动员的反应能力 以往最多 还是用在预防运动员受伤 从人工智慧起手AlphaGo Alpha Zero 到能够与人类相应打球的机器人 提摊距离迎接机器人教练来临 也越来越近了 记者新潮晴慧台北采访报道